謝謝 經過了一段時間訓練 現在覺得有沒有自己有多東西說了 更新了 我覺得我們剛剛去完那個 Overseas trip 是進步了很多 面對鏡頭的經驗 因為我們去了8天 我們8天足足就是對著鏡頭這樣說話 所以這個旅程是令我們進步很多 還有我們在嘉嘉和德德兩位師姐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最重要是 越來越學習在鏡頭前面 不要那麼緊張 透過這8天我覺得是慢慢開始熟習了 內蒙知道了 都是 內蒙知道了 發現原來 呼和豪特是內蒙的城市 原來 因為我們坐了7小時去 去正南旗 去正南旗的時候 原來那裡全部都是大草原 不是城市 你會感覺到原來那裡 你駕車是怎樣行駛的時候 它都是大草原 都是很開心 我覺得 我對內蒙古最大的認識就是 在那裡有跟內蒙古的當地人聊天 知道了他們的文化 還有我覺得透過吃了很多內蒙古的食物 他們的特產 他們經常吃牛 羊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食物 叫做燒麥 那些就令我們 多了對內蒙古 他們生活習慣 他們就認識多了 我是對內蒙古 他們的蒙古包認識多了 一開始我就在想 他們怎樣可以做到冬暖夏糧 他們當地人就解釋了 因為他們用羊毛 記得嗎 可以防雨水 然後帶有通風 然後 冬天就有暴暖 對 對 做到冬暖夏糧的效果 我們在蒙古包生活了一天 所以 真的了解了 住蒙古包是怎樣的一回事 你們去內蒙古包 你們去內蒙古包 在公司拍的照片是炒光了 因為 為什麼呢 是很曬的 然後 我們當時做的訪問 太陽是這樣對著我們 我們的眼睛是完全默不大 所以 有點炒光 不過不要緊 我們之後會有化妝師 和髮型師幫我們 我們也會用漂亮的樣子 再試人 同時也訓練 這裡訓練到我們 我們怎樣可以對著太陽 也會擦開眼睛 是嗎 因為內蒙古的太陽 實在太曬了 就算這個攝錄去到哪一個位 其實都在曬著我們 所以 其實這個情況 真的避免不了 因為 我們在旅程中 都很少時間休息 再加上 可能樣子都比較累 不開心 我們之後會再好一點 那就再漂亮一點 對 不會不開心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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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